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到攻击呢我们还是再多说两句 我们要不断的回过头来去想这个攻击的要点是什么 攻击的特点是什么和攻击的目标以及攻击的这个方法 我们都知道首先攻击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第一个呢攻击的目的不是为了进攻而进攻 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在进攻别人的时候 心里要有一个目标 要建立一个目标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进攻的时候呢 首先要找到一个可被进攻的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要锁定一个猎物 或者说锁定一个在棋盘上来说 锁定对方的一块没有完全安定的棋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目标的话那就谈不上进攻了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展开进攻之前呢 我们要先去设计一下这个 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做一个规划图一样 我们要设计进攻的路线 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的实际上是进攻的方法 之前给大家简单介绍过 进攻呢有三种方法 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种方法叫直线性进攻 它的特点呢是可以通过比较直接的手段 去比如说去分段对手 或者说是去直接的去对对手的展开围剿 或直接的获取利益 通常呢这种进攻呢是比较简单的 第二种呢叫做曲线性进攻 也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缠绕性进攻 声东击西 等等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相对高端的战术了 那第三种呢叫做撒网式进攻 之前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 那这个需要一定的境界 往往是在达师的起步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 就是四攻非攻 那么你可能看上去 没有明白它的意图 但是可能下着下之后就会发现呢 其实自己已经在一个茫茫的巨大的包围圈当中了 已经成了这个瓮中之鳖了 那么这就是高手的一种境界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也给大家 谈到过包括这个进攻 其实有的时候进攻也是最好的防守 总之进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课题 我们在实战的对局当中 其实无时无刻 都在 我们其实都在进行着这个进攻和防守之间的这种转换 所以说呢 这个进攻的这个课题虽然难 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好的 那我们来回到棋盘上 来继续看一下今天的这盘对局 这盘棋呢 是板田九段之黑 对板田倒悬九段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局面 现在这个局面呢 黑棋在棋盘的这个下方 是有一块阵地 白棋呢 是在棋盘的左边 这五颗棋子是死棋 就是把黑棋的这五颗棋子吃掉之后呢 是有一些实地 包括这个角和这个边上这一块 其他地方呢 都比较普通了 那么现在呢 首先我们要寻找一下猎物 就是我们要进攻的目标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啊 黑棋这块棋呢 肯定是没有完全的实地化 如果黑棋这块棋全部成为实地的话呢 这个白棋的实控是堪忧的 因为这块实在太大了 但是如果说直接的围 比如说像这样直接的围呢 首先它有各种各样的破绽 就白棋可以从这个地方靠下来 甚至可以从这个地方漏 这个二路的潜水艇 这都是常见的手巾 所以说黑棋实际上 如果自己围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还有呢 白棋可以从 比如说你飞在这 白棋可以从这 就是你飞在这个肩膀上去骚扰 像这种手段都是非常非常讨厌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忘了 黑棋自身这块棋 也没有完全的安定 比如说你 黑棋现在比如说这样 白棋呢就点一个 黑棋只好沾上 然后呢这个时候 比如说白棋最简单的 就先把这个稳稳的连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看黑棋这个整块棋 就黑棋自身的大龙 实际上也是存在着 不安定的因素的 所以说如果说 白棋厚了 黑棋薄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的这块空呢 其实是破绽百出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黑棋 不能一味的防守 不能一味的去违控 这个时候呢 要有一个目标 我们看就是白棋这两颗棋子 这两颗棋子 现在是我们当前 需要进攻的目标 道理很简单 如果这两颗棋子是姑棋 这两颗棋子需要逃跑的话 比如我们用一种某种方式 把它分断 那么它需要逃跑的话呢 那就是它就无暇顾及到 只是破坏黑棋的 这个下方的这个阵势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它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黑棋就可以顺势跟着白棋 把下方实地化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考虑 就是把自身 首先把自身这块棋加后 同时把白棋这两颗棋子分段 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呢 可以说黑棋是战略性的成功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目的已经明确了 目标已经明确了 之后我们就是谈到具体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刚才说到三种方式去进攻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呢 OK 首先我们看第一种 比如说你直接在这尖 这个下方呢 这是属于直线型的进攻 但是在当前局面下呢 并不妥 因为什么 如果你直接走在这 比如说白棋从这跑 那么接下来下一步 白棋可以从这冲 黑棋自身的联络 还是没有联好 如果你再去画一手棋 就是说黑棋在这个地方 花了投入两个棋子的兵力 去分断白棋的话呢 那我们看这个 就是白棋在外面连走两手 实际上它呢 是不是很怕黑棋去进攻的 这个思路虽然是对的 就是战略性是对的 但是从战术上来讲呢 这个是一个不可取的一种方案 就是直线型的这种 去分断白棋啊 效率太低 我们可以用一种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它效率太低 因为白棋如果跑了 你这个还是必须要走 如果你不走 比如说我们还是 比如说这种地方围吧 那么白棋在 它反手把黑棋冲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 实际上你这步棋 跟这步棋的交换成了副作用了 因为接下来白棋 这个下来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厉 无论你怎样分断白棋 白棋下面这个靠下来 或者跳下来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厉了 那么黑棋如果补 我们看啊 你这个和白棋这招棋的交换呢 就成了一个黑棋的一个 怎么说呢 反而成了黑棋的负担 这样白棋可以从这个 这个方向攻过来 就是白棋可以反攻黑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其实双方的攻守又逆转了 所以说黑棋直线型的进攻方式呢 是或者说是直接分断白棋的 这种手法呢 是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黑棋呢 是充分的利用这五颗棋子 我们说这已经死掉了五颗棋子 这是残子 充分的利用它们 先把这个跑出来 白棋只有爬 黑棋顶 这个时候呢 白棋只有收气 就没有办法 白棋只有收气吃 黑棋通过这两手的交换之后呢 我们看到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白棋上面的棋非常的紧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 在观察一个局面的时候啊 需要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 就像这盘棋的局面 看上去我们的战略性的方向 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如果不充分的利用这个 怎么讲 充分利用地形 不充分的利用好这个 对方的缺陷的话呢 可能你这个战略实施起来 叫事倍功半 对 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好 这个对方棋型上的缺陷 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 那么我们再去进攻的时候呢 就会效果就完全不同 那接下来下一步棋是 可以说是这个局面下的 最最关键的一步了 如何选择是非常关键 如果你还是单纯跑这两步之后 还是兼这个 那这个可以说 跟刚才大同小异 白棋还是从这边跑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接下来黑棋这个地方啊 随时白棋一跑出来之后 把这个子跑出来之后 黑棋这边还是一个死棋 黑棋这几条交换呢 其实是便宜的 这几条交换本身来说呢 是黑棋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是便宜的 但是呢 它也不是最 这个分段比刚才要好一点 但不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你先走了这步之后呢 留下一个隐患 就是白棋随时可以跑出来 所以说下一步棋是关键 黑棋还是要继续的利用 白棋弃井的弱点 做文章 这是一部妙手 这是一部至关重要的一招好棋 我们先来看看它什么意图 首先白棋如果脱先的话 那很简单 黑棋这个接住是绝对先手 白棋必须要收棋 然后黑棋接下来呢 这个打持这个打持都是绝对先手 所以我们看同样的跟刚才比 同样的是花了一手棋 黑棋自身的联络是完全 就像我们可以说是这个铁板一块 就是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坚固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大展拳脚 这可以是对白棋进行猛烈的进攻 甚至呢 如果要是粗鲁一点的话 都可以考虑这种手段 直接一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首先呢 是必须要跟着黑棋走的 不能脱先 如果冲 黑棋断 我们来看啊 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打持 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先从这儿打持 白如果接 黑棋打持 这都是愉快的先手便宜 再打 哇 白棋被打成了一团饼 这真是痛苦不堪 这个时候黑棋在靠端 我们看白棋还是三口气 还是三口气 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折腾的 你无论想怎么走 你比如说想冲断它 还一断 这个时候白棋发现 你就必须要收起收回去 那这不得了 这样被黑棋先手分断了 那白棋实在是太失败了 所以说你如果不走呢 那黑棋比刚才还要厚 黑棋这个连都是先手 这个打持还是先手 所以说 如果白棋这个时候 选择这个变化的话呢 那可能这盘棋就很快就下完了 这个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黑棋打持的时候 白棋就有提 白棋可能只好提掉 然后黑棋呢顺势间 如果像这样跟刚才比呢 就完全不同 跟直接尖比完全不同 首先黑棋把这几颗棋子救回来 这个是实地上的极大的收获 第二个呢 白棋你在冲断黑棋 这个不成立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在冲的时候 黑棋可以打持 不是在这顶 冲断的时候呢 它这个提掉是绝对的先手 白棋如果不走的话 就一口气把白棋打死了 所以说呢 白棋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亨断黑棋的 黑棋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换之后呢 黑棋再来尖分断白棋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黑棋自身已经立于不败了 我们来还是回过头来说 黑棋分断白棋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把白棋分断之后 白棋没有功夫去破 黑棋的这个下方的大控 那么这是一个 从战略上的一个考虑 第二个呢 就是黑棋自身 也存在着一个联络的问题 那么把自身下厚之后 也是同样的 就是此消彼长 自身这个黑棋厚了之后 白棋就显得更加薄弱 所以说呢 黑棋通过这样的手段 是可以把自身联络的 所以实际上这一靠的时候 白棋呢 是选择了一个 搬 他不肯冲 冲掉这下 那搬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又是一个陷阱啊 这个如果黑棋非常简单的接 白棋退回来 这个黑棋就可以说是上当了 因为接下来呢 你这个段和这个尖 这个两点 黑棋只能走到一个 比如说你去尖 那这样白棋一接 哇 这个黑棋就左右为难 因为这个地方 你如果冲过来 白棋可以跑出来 黑棋这个左边啊 就全部阵亡了 而且他可以考虑 就是暂时不走 因为这个黑棋损失 还是非常大的 就留了一个 让别人可以把你这一块 都吃掉的这么一个权利 那如果说你不尖这个 如果说断这个 那我们看 这个跟之前我们说的 这个战略性的思考 完全是不相符的 黑棋呢 获得了一点迎头小利 吃了一点木 但是白棋顺利的连通 连通之后呢 刚才我们说的 黑棋这块棋 是自己围是根本围不住的 同时这块棋 就陷入了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境地 将来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说如果你简单的接 那么这个就 这是叫俗手啊 这个靠就变成了一个坏棋 这个时候黑棋实战呢 板田先生 再见 靠一下之后再见 请大家仔细品味 这个次序的妙味 我想呢 这个可能是 对我们现在的棋友来说 可能有一点难度 就是我们这盘棋的局面 板田先生 这个他的这道考题啊 实际上是有点难的 需要大家仔细的去体会 那这个靠的妙味是什么呢 有了这部棋 跟白棋 这个和这个白棋的交换之后呢 首先第一白棋从外面跑 就从这个地方跑 不成立了 有了这条机交换之后呢 黑棋可以打吃 白棋这条接 黑棋再一接 白棋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看 黑棋再一打吃 白棋这六颗棋子的棋筋 就被黑棋吃掉了 也就是说 黑棋这个靠了之后呢 白棋这个棋井的毛病 就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OK 这是第一点 也就是说白棋呢 不能从这跑了 第二个 白棋能不能在这冲呢 同样不行 如果你在这冲 黑棋断 这个很简单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白棋肯定是没有办法分断黑棋的 所以说呢 它这个靠了之后 其实防住了白棋两边的这个变化 就是自身 这几个子自身已经连通了 同时这这块棋也连通了 就白棋这也冲不过来 这也跑不出来 那你说如果说我们刚才说 黑棋如果接掉这下的话 白棋就可以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棋型白棋如果一接 那黑棋接下来 黑白棋可以从这跑 也可以从这挡 那是不是白棋现在是不是也可以从这接呢 不行 如果你从这接的话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要闹大笑话了 我们就讲这是开了大玩笑了 因为如果你接的话 黑棋准备了一招非常非常犀利的手筋 就是可以从这搬 这个是要了命的手筋 这个是太残酷了 搬的时候首先白棋必须吃这个 如果你不吃你看我们就说白棋只有三口气 如果你不走黑棋这个接 接全部都是先手 所以不行白棋就冲 冲的时候呢黑棋断 没办法命令型只有提掉 大家看又是一团大饼 只好接住 那这个时候黑棋就随便了 黑棋可以直接 甚至最狠的直接把白棋的气收住 那叫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先手分断 这个白棋 显然是就是崩溃的一个棋型 所以说呢黑棋这条棋是 可以说板田先生的这种独特的棋感 他的这种犀利的这种 感觉 犀利的手段 在这个局部体现的淋漓尽致 黑棋先靠了之后再一肩 这个局部白棋简直是无法动弹 动弹不得 同样白棋就不能不走 如果不走的话黑棋还是搬 把白棋滚成一团大饼之后呢 一虎这个先手全部连通 所以说实战白棋无奈之下 选择把这个冲回来 这招冲呢肯定是一个 大家一目了然啊 它本身是没什么价值的 是一部小关子 冲的时候黑棋从这顶住 还是都紧住白棋的气 联络的同时紧住白棋的气 白棋接 下成这样 实战白棋呢 无奈之下又只好使出了这个笨团 因为你不团的话也没有用 你不团的话 黑棋在这这个计啊 是先手 白棋还是就两口气 所以说呢 它实战使出了这个笨团 然后黑棋冲过来 我们看通过黑棋通过 从这跑出来 利用白棋这个气颈 尤其是这部靠的这个妙手 实现了一个 之前简直无法想象的 这么一个效果 不仅把白棋这个空啊 把白棋左边 我们说白棋一个实地 完全破坏掉 同时 把白棋分段 同时实现了自身的联络 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这盘棋呢 应该说主要是 我们学习了一个局部的 一个犀利的一个手段 战略虽然重要 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的目标 战略目标虽然重要 战术同样也很重要 一个关键的局面下的 一步好棋 或者说是一步妙手 或者说是一个 弃中敌方要害的一个手筋 往往呢 会起到一个扭转局面的作用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整盘棋的 一个胜负的分水岭 那么这盘棋 板田先生通过一个非常犀利的一步靠 靠了肩的一个组合拳 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局面的主动 也是 最终也是大获全胜 非常的精彩 好的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今天呢 也是让我们收获非常的大 学习了一些 除了这个思维方式上面 我们也学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具体 非常实用的一个手筋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